嗨大家今天来开箱一台超迷你的小主机 这台小主机呢是惠普的准系统 它的型号呢是Protest的400G2 这台机器呢是我从朋友那里顺过来体验几天的 我尝它已经好久了但是因为穷一直没有入手 它非常小它比我的这一款3865U的软路由 也就大了那么一点点 既然说到它是准系统那么它就是没有CPU 没有内存没有硬盘这些东西的 大多时候呢我们都需要自己买对应的CPU 内存和硬盘给它加上去 我之所以想买它呢也是因为我需要一台比较高性能的机器 这种高性能呢仅限于就是运行像PVE或者EXSI 这些虚拟机的时候用到 其实呢这台3865U的话 性能的话运行虚拟机来说也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了 但是当它运行多个Windows系统的话 总会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我需要一台高性能的且24小时运行的机器 所以呢我就找朋友借来体验了一下这一款 之前我也是看它好久了但是一直没有入手 它也配备了一个电源一个65W的惠普的原装的电源 下面的话就边拆机并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 而且这台机器当软路由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它原生只有一个单千兆的玩口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M2接口转这种有线玩卡的方式 就好像可以把这个接口拆掉把它换成玩口 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一个双玩口的情况 好的下面的话边拆机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硬件配置 首先大小的话你们自己体会一下 前面的话是一个两个USB3.0 一个耳机 一个麦克风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开机的按钮 侧面的正面的话都没什么了 就是它的一个底座 外面的话这里的话就是两个USB3.0 两个USB2.0 一个千兆的玩口 还有一个HDMI 以及一个DP接口 它是没有螺丝的外面的话直接把这个拧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对它进行分离了 非常简单 这台准系统支持的CPU 这里就是CPU的位置了 这里是风扇 支持的CPU是英特尔的6代的CPU 目前它这一款的机器的话已经装上了i3 6100T 以及8GB的内存 这台机器的模块化是非常不错的 拆线也是非常简单 比如说像这个风扇直接这里一掰就可以拿下来 就可以进行拆卸了 这里的话就是它内存的位置 两个笔记本DDR4的内存 这里的话已经插满了两根 这CPU位置的话呢就需要用螺丝来拧掉了 硬盘的拆卸也是模块坏的 只需要把这个SATA的线给断掉 它这些接口的话感觉也是定制的 非常细小的SATA接口 只需要把这里一推 然后往前面一推 这个硬盘就可以轻松的拿出来了 它这些轮子的话 就可以直接塞进去 像车轮一样 模块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里面的做工呢还是OK的 这些布局啊还是很有紧凑感的 这里呢有两个M2的接口 这个的话就可以支持那种NVM1协议的固态 就很长条的那种固态 这里的话有一个M2NGFF的玩卡接口 可以接无线玩卡或者蓝牙 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来说 如果用它来当NAS的话 它只有一个SATA接口 如果想当软路由来说的话 后期可以通过这种NGFF的玩卡 转这一种RJ45的玩卡都可以 就可以直接通过延长线 把这一个抗母口的一个 这个玩意给拆掉 就可以直接在里面 装上一个这一种千兆的玩口 晚上的话也已经有这种案例了 就可以让它变身 双玩口或者多玩口的软路由 都是没问题的 这台机器如果是家用办公的话 像这一款它已经配备了i3-6100T的处理器的话 它就完全可以进行办公 以及简单的一些网游都是没问题了 那么我到时候买它呢 可能也是用它来跑PVE虚拟机或者EXI虚拟机 我可以在上面跑软路由系统NAS系统以及Windows系统 后期呢我也会讨论给它增加一个网口 来把它作为一个24小时开机的一个机器 下面的话来测试一下它跑Windows系统的跑分 以及它只作为软路由时的功耗是多少 好的现在我已经给这台电脑给装上了晕死系统 i3-6100T的CPU的设计功耗呢是35瓦来的 它在待机的状态下功耗是非常低的 可以看到在待机状态下呢它只有7瓦的功耗 那么它作为软路由来说功耗会不会更低呢 下面来尝试一下 好的现在我就通过U盘来启动它里面的软路由系统 好的这个固件呢使用的是一舌编译的这个OpenWLA固件 下面的话来看一下它的功耗 可以看到它功耗的话也是匪夷所思的低材8瓦左右 那么是否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省电的软路由呢 虽然目前它原生只有一个单网口 但是后续通过拓展这种网口的方式 它就可以变身一台多网口的软路由 而且某一天你不把它当软路由的话 像它单纯的跑Windows 10系统的话 像鲁大师娱乐大师跑分它都有10万 而且简单的办公以及简单的游戏来说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而且如果你使用的是i3-6100T这个CPU的话 乃至更强CPU的话 它跑PVE或者EXSI这种虚拟机的话 肯定也是非常流畅的 好的后续如果有折腾这一款的虚拟机的话 如果有更多的发现也会分享出来 那这一期简单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